我们俩其实还是比较以产品为核心的 我们之前只有客服不存在运营 所以我们的运营老师来讲可能只有两三年的时间 作为一个八年的一个服装的一个设计师的平台 但是实际上我们前面的就不存在运营问题 而是存在于一种我觉得分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对产品的那种执着和热爱 有点超乎想象 就像昨天我和他因为要出差 然后我们突然学到了一种新的东西 我们以前都是比如说系列来做产品的 然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可以以面料为搭配的核心来做产品 然后我们就完全把之前明年的一个做好的设计稿打翻了 重新来规整 就我们两个人昨天晚上搞到 昨天晚上其实我们搞到三四点钟才回到家 但是其实昨天双十一是我们的启动会 别人可能是在一个月前做的 然后我们是在昨天做的 然后呢 其实昨天已经开始双十一的流量 各项东西在弄了 但是包括我们自己就根本就没有去管这些事情 我们的所有的经历和专注点 还是在产品上面 就是我们看到那块面料就是在讨论的就是啊这块颜色 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应该是做毛汁很好看 如果配大衣的话它外面是应该深一点的粉 还是浅一点的粉更好看 它底下配的话到底是牛仔裤好看 还是一个窄口裤好看 其实没有人逼我们做这个事情 我完全没必要去加班 因为我们平时最不爱加班或什么 就是因为可能要出差或什么情况 我们就突然有一种热情 就特别想把那个东西弄好 包括运营的负责人都在我们 陪着我们一整天都在弄那个产品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运营概念 第一是以产品为核心 第二个是以文化为核心 就是说我们想做的运营 其实跟传统的运营可能 关注点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关注点在品牌上面 我觉得小红可以讲一下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运营 都是偏向于促销 怎么去找流量 怎么去把这一次战役打好 就是他们可能会用各种手段去做 但是我们好像天生对这个 都特别不明白 重心全部是在 这盆画为什么这么好看 为什么这个红色和橙色 和这个绿色搭起来那么好看 它应该怎么表达它 它应该配一句什么样的话 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是我所喜欢的 这种感觉 其实它在含爆单放之前 就被踩下来了 但是它为什么还能 还能去胜放 为什么不直接枯萎就算了 就是我们可能 更关注的是这些问题 一个是关于生命本身和爱 或者是表达的一个东西 一个是关于产品本身 好像其余的东西 我们都不太在乎 老实说是这样 也不上场 每一家企业都有 他们自己上场的基因 我觉得我们家就不上场 在这个传统这种运营的 这个方面 我们可能更上场的 就是在品牌调性 企业文化产品 核心这个方面 你就做好产品 然后做好客户服务 然后做好我们的品牌调性 然后其余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基本功的问题 就是你达到一定的基准线 它就可以了 你再好一点 它也只是数的层面 但是中国好像蛮认数的层面 就是说这个东西高高好 可能它就怎么样了 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有两种事业 一种是特别有运营思维的 就像那个史玉珠啊 他们我觉得 他们就是特别会运营 那一批人就特别神 而且他们的那种 男性的那种冲劲 一个什么事情都还没有成型 只在他脑子里 他就敢去砸钱 或者是前段的去做这种事情 就是有很大的梦想 男性和女性好像有点 思维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经常很多人 看到我和小峰的时候 会说 呀 我以为你们是女强人性 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 就是女性如果是 要成为一个企业家 她就得和男性一样 也是很男性文化 很有运营思维 很有谋略 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人 对 就是不同的人群 那我们属于这个人群 就属于比较母性的 对 母性可能就只会去 做自己喜欢和感兴趣的 其实他们也是在做 他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这笔可能更希望 是在默默地 把自己的产品去更运好 就希望是 外面所有的 不管是运营也好 销量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它都会跟着你的 这个产品的成长 它更像是乔布斯的苹果 它会有起有落 因为当你的运营 不是很好的时候 实际上你会丧失 很多流量 曝光机会 或者各种东西 或者销量会有 就别人是先调查好市场 然后找准机会 然后去砸向它 然后去把它蹦出来 我们是逆向走的 我们喜欢什么东西 我们就去做出来 然后把它砸向市场 然后市场有可能接受 有可能不接受 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列博 就是我下面小朋友们的状态 他们变得特别的重要 就是我们是可以去不在乎下手额 但是对我的小朋友们来讲 他们肯定要去在乎 而且他们肯定会去在乎 因为他们天天看到财务报表 他知道整个公司 要他们养活 他知道整个公司的年终奖也好 明年的发展也好 都跟他们挣的钱有关系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放手的 对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他们的各种权限也好 其实他们都很大 对 所以这个企业其实要做成什么样 其实更关键的是在于他们了 就是 但是呢 话有说回来 虽然是在于他们 实际上产品还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产品极上主义者 我们就在乔布斯以前不红的时候 我就 就是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 他要 要么就别做 你要做最好就做好一点 要么就没有意思 他也是经历了一个 从封闭的环境 慢慢到开放的一个状态 你看 他也是自己很折腾 喜欢所有的软件 自己去研发 所有的平台也全部去自己做 但是后来他意识到了 开放是重要的 所以他会把APP的这个部分 很多东西就开始 以这种开放的形式来做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 就是之前都是封闭性的 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部自己做 就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可以说这个东西找别人家合作一下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思维也是为了我们要去尝试的 这样的就可以去做跨界了 还有一个我们要尝试的 可能还是在品牌的这个调性上面 我们也会去做比较大的尝试 因为我觉得 之前可能是个人在那边画画也好 唱歌也好 它是自己的一个圈 我们是希望把我们所有喜欢的所有的东西 去发射出去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还有这些东西可以去想可以去做 我们可能后面会去做这个方面的东西 把它这个圈圈更多的人进 就是有点像这样 就是如果别人也做了我也去做 我会觉得稍微有点丢脸 或者是我觉得没有意思 就是比如说 你让我去请个代言 我可能觉得没意思 因为我会把所有的人扫一遍 然后觉得看上的可能钱太多 看不上的我觉得我也不太大 就是类似于这个意思 然后就会想去探索新的方法 可能后面我们会更多的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我觉得不管是做企业文化也好 还是做这个我们未来要做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唯一商业带给我们 可能最大的一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不仅仅是你有钱了或者是什么样子 而且是你能创造你自己喜欢的企业文化 然后也能把你自己感受到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以及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自己的所有的人生的梦想也好 去把它带给别的人 支撑我们还觉得做公司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 比如说以前我做歌手的时候 那时候我想出张专辑 然后就没有钱 对 然后就想去找人家谈谈 就吃了顿饭人家不理我 心里非常受打击 就是像这种过程 对我们来讲现在可以去这么做 所以包括我们在做了这个公司以后 其实我们在品牌方面 就是拿出一部分钱来去做一些事情 包括对我刚才说的艺术家的 无论我们出唱片我们出书 然后我们拍纪录片 然后然后就公益小学 已经做了几十所很多 就是希望的图书馆之类的 然后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去做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很少对外讲 原因很简单 就是就是你自己想要的 你就去给别人 就是你自己想赖床 你就不要打卡 那你自己当时觉得出一张唱片那么难 五万块钱你都筹不到 那你觉得有些 你觉得有意义 有价值 它可能是一个小种子的 那你就去帮它做 对 如果你喜欢看书 你就去建图书馆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己所欲失于人 对 如果这个企业 如果它有意思 它能做到这样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无论从制度化也好 或者什么化也好 都是一样的 这个制度你觉得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不能让客户等 所以就算我们不打卡 我们的客服 他们可能也会自己去调修和轮班 那这个是跟我不打卡没有关系 它不冲突 就是我们不打卡 但是他们客服 他们会自发说 我们不能让客服等 就客户等 那我要在这个时间点在这 对 所以他们会自己去寻找这种中间的道路 就是这些事情是我们觉得 你有了钱之后 你可以第一 让下面的生活的小朋友 比他们的同学或什么 都稍微的好一点点 能够让他们的财务也好 或者是幸福度 然后还有和自己的爱人 和朋友圈和事业感 能够都比较好一点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想做的很多事情和探索 它可以去尝试去发散 对 我们希望我们能引领潮流 我们没有这个胆略来说 我们引领潮流 实际上我也不在乎 老实说我们只想找到和我们气味相投的人 我就希望他能够因此生命更加多彩 然后更加勇敢 然后更加与众不同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户认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在专注于产品 专注于这些东西的研发 他会认为我们是值得尊重和觉得我们是专业的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们这次不是有个特斯拉的一个跨界的发布会 然后我看前两天看到那个海报 然后上面写的其中有一个海报 是说每一件衣裳的背后都有我们默默的付出 我觉得就挺好的 就是其实很多人 你说你知道列伯有八九百个人 那些客服 然后那些缝制衣服的人 那些设计助理们 并领的小朋友们 或者拍摄的 或者修图师 你都很难想象我们一年可能是上几百万张的图片 甚至上千万张的图片里面去筛选 然后怎么样一张上去做它 就这些东西是别人不知道的 一个板来回条是 我们每件衣服基本上都要七到八次的穿过各个部门 所以就是这种别人是看不见的 因为买家对它来讲 它可能比较在意一个款式 一个颜色 一个价格就可以了 对吧 但对我们来讲 它不是 这个面团就薄了一点 或者厚一点 我就很难受 然后我们就会来回在那折断这些 不用 但是我认为它很 很关顾心灵 或者关顾我们自己尊严的事情 我觉得做衣服是我们的一个表达方式 就像我们在拍一场电影 就像我们在做一场行为艺术 或者就像我们在画一幅画 然后看到画的人 如果我们互相能理解 或者听到我们歌声的人 能够感动 或者穿我们衣服的人 然后能够勇敢 因为列博是非常强烈的 是很 你不可能会被忽视的一个东西 你站在那里 穿着列博的衣服 它永远不可能被人忽视 我觉得你看了那么多人 都很少能看到我们这样子的 我们这样的人 再要找我们 像我们这样子的 真的很难很难 就是真的很 很少能请得到 所以我们请的 所有的应允的 我们的那些小朋友 其实都是从客服 什么 自己培养起来的 你真的我们要去招的话 就会觉得很多都会不符合 我们所喜欢的那种类型 就是比如说他太功利化了 我们就会讨厌这个人本身 然后觉得弹不起来 然后就会很难受 或者是这个人太官僚了 他只要带一点那种官僚或的感觉 我们就想远离他 所以我们要请这个能力又优秀 心灵又贴近的人是非常难的 当然我们也请到了很多 其实我是一个部门 都有自己的总监 那中间的大部分都是培养起来的 我非常开心 今年在年会的时候 会有一个八年成的 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机工 对吧 对他会在 然后我的成长起来 这些人最最起码都是四年啊 五年啊 就这样子的 现在他们已经做到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对 然后我们也请 比如才我搞不定的 对吧 那我肯定就请了 就类似于这个意思 就很多部门还是有 人进来 就我现在还特别希望 比如说 因为我下面有几个 比较大一点的牌子 我就特别希望 底下比如说 我的天使之城 或者Lady Angel 或者所在 能够有自己的设计总监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猎博的设计总监 就不会太累了 因为我们都是三个人 在全盘在操盘 所以有这样的人 然后喜欢我们的 愿意一起去做 这样品牌的设计总监 我是特别特别想要 因为设计的人都很像 都自由散漫性 都关乎心灵 团队很重要 如果我的团队 不是现在的这拨人 可能我会觉得他没意思 然后如果没意思 我就觉得做企业没意思 如果做企业没意思 那我觉得做品牌也没意思 我就不做 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一起就是嘻嘻哈哈的 他们都叫我姐姐 小峰姐 大峰姐 然后天天在一起 然后开心不开心这样 就我以前是很难理解平凡的 我要么想成为小说家 要么想成为画家 要么想成为什么 歌者或什么 就是特别想成为 改变世界的人 就是年纪轻的时候 所以就是总觉得自己的人生 就是应该是特别强烈 特别强烈强悍的 但是我做这个企业之后 我会发现 就是回到这种平凡之中 把自己隐藏在通州 然后和这群小朋友们在一起 特别简单 有点像转身 就是像徒步 因为我们经常出去徒步 就是在徒步的时候 你是没有身份啊 贫富啊什么的 因为你那时候走路 只想减负 对吧 你不想背很重的背包 所以信用卡也用不了 那你这个时候 可能只想有一个地方 能够喝水 有一个地方能够吃饭 带一点点干粮 但是最最重要的变成什么 变成你和自然的交流 和你身边的女伴 就是说你身边碰到的一只羊 如果跟你走很久 你可能平时很讨厌羊 但如果它跟着你走很久 你会很开心 对吧 你的这段旅程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你在 你在这个路上碰到各种人 可以互相打招呼 然后一起分享食物 一起讲话 用听不懂英语的 互相就是英语很糟糕的笨单词 或者等等之类 就这种东西 它在你生命中 是非常珍贵而重要的 我觉得做企业 如果说到现在八年 其实我们经常想退出 特别多时候 因为它给你太多的责任和枷锁 但是这个状态 就跟团队的状态 说是我们坚持下来很多状态 其实是跟刚才我说的徒步是一样的 你如果是转身 你要去完成一个转环 那在这个里面 这些团队就是你的女伴 其实这个时候 跟他们未来能获得多少 现实回报或者什么 其实虽然我们公司是 吃骨就挺多的 我的核心成员都有吃骨 所以但是实际上 他们真的在乎 我觉得他们也没那么在乎 老实说 虽然我们经常开玩笑 说这个老板那个老板什么的 就是就想转身 就特别贴切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团队 其实跟我们的性格 也是非常相像的 他们在不快乐的时候 他们也是毫无顾忌 就是什么都可以不要 或者干嘛的 所以他们也不太会去 跟别人聊一聊 或者谈一谈 对 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大的 什么雄心壮志 什么的 他们只是觉得 在这里很快乐 就足够了 能交到朋友 对 然后有好多朋友 都是在公司的 有自己的爱人也在公司 他还带着自己狗来上班 然后我们之间 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 然后很相爱 其实到最终就是 我们会觉得这一帮人在这里 我们是会觉得 他不会离开我们的 如果他们哪天 他们想要离开我们 那肯定我们也想离开这公司了 所以就是 所以我们就最好玩的 就是觉得 我们是可以共进退的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团队 一起共进退的 就是人生中会有很多风景和状态 对 其实你很多时候都在爬坡 但是这个转身的这个状态 就是 就是在整个公司行进的过程中 包括企业行进的过程中 或者品牌行进的过程中 都不要背上太多的 那个背包 对于我们来说 各种比较 我们不在乎 然后各种销售额 其实我们老实说不在乎 我们更在乎的是 这群人是不是 健康活着 跟我们在一起快乐 这个才是最最重要 对 而且老实说 我没有办法关注到800多人 对 当然我会关注到很多 我们在一起打拼的伙伴 对 然后他们会去关注到 下面的小朋友 然后我就看着很多新秀 就成长起来了 他们的冲进 四位模式 跟我们就有点不太一样 就很好 就这样互补就特别棒 我觉得到八年了以后 我们基本上 已经回到了老人模式 就是那种老人心态 就是把很多东西 都已经看得很 就是很淡了 就是觉得 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 像昨天在搬家那么晚 我们还是蛮拼的 这个是两回事情 就如果说你已经厌烦这些东西 那你肯定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 对